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昨天呢,咱们刚聊完到底谁在拱火 然后呢,我留下了一个问题 说啊,拱火是不是导致双毛冲突的直接原因 然后我给出了答案,是与不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 从一个战略的角度 地动三尺飞一日之寒 不是说短期的拱火就能造就这场冲突 双毛冲突这个根 大野猫认为早在三十年前就埋下了 而它呢,恰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这个时代三十年前就开始了 而大毛对二毛动手的那一刻 恰恰是它的一个句号和一个终结 让这场仗打起来 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个推手 就是美国 不是一时的拱火 一时拱火 它不符合事实 而是一种长远的政策 而这个长远的政策恰恰体现了 我一直认为的美国的战略错备 像昨天在我底下评论 有人说 说你看你把美国的责任都摘清楚了 美国似乎没什么事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不是 美国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 而它这个责任不是体现在一时间 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恰恰是它的不屑的这种政策 这种政策 这种战略的错位 导致了这场本应该可以避免的战争 而这场战争 而这场冲突 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 但是为什么 它却发生了 这个是值得研究和值得考量的 今天大野猫呢 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的想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咱们回顾一下历史 今天大野猫陪大家回顾一下历史 经历了三十年前 经历了公知政变的苏联 公知政变哦 苏联无论是最高苏维埃 还是领导层 都被这些公知啊 渗透的千疮百孔 最后呢 这个国家一九九一年年底不复存在 俄罗斯也就是大毛 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 我之前的节目上不止一次说过 公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过 公知是西方文明的传教士 他们心里想的是西方文明和西方的利益 往往是牺牲自己的国家 往往是牺牲自己的文明的利益 来去供养西方 也就是说啥呢 说呢 西方可以说啊 养一条狗啊 养很多狗或者养很多猫 这些人不是 公知是自愿的给西方当狗当猫 是这么一回事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的大毛家呢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的时候 大毛家公知占了大多数 上到总统下到议员 基本上全是公知 所以情况非常不容易让闹听 比如一九九二年 大毛的总统大统领叶利钦 同学应该是 不应该叫统治了 应该叫同学啊 叶利钦同学到美国国会演讲 他在美国国会演讲呢 全体议员给雷鸣般的掌声 当他说出那句话 俄罗斯对美国开放 什么意思 这投降去了 这是降书啊 知道吧 这签下了投降协议啊 说俄罗斯投降了 我们向自由投降 我们向美国开放 我们想往美国 美国是我们的灯塔 这就是叶利钦当时 在美国给当时那一代人的印象 当时那一代人印象 所以九十年代初啊 咱这么说 九十年代初在美国 围绕着如何处理大毛这个问题 就俄罗斯这个问题 是有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的 而且他涉及着美国各派系之间 他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呢 咱要聊一下这个战略学者 就是现实主义者 大野猫经常说 大野猫自己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 国家利益为重 他跟文化啊 他跟历史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这些东西都次要 这些东西可以给予辅助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提高自己的软实力 提高自己的硬实力 目的是活下来 扩大自己的利益才是关键 这是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当时有一帮人 比如说写长电报的乔治凯南 George C. Cannon 后来呢 这一次饱受诟病 双毛冲突之后 饱受诟病的约翰米尔斯海默 以及我们知道那个 白邦瑞先生 对吧 这些人 就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者 而这些现实主义者呢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啊 美苏的冷战啊 是意识形态斗争 比如说你去读这个乔治凯南的 长电报 你会发现 他这个长电报里 他把整个的美国与苏联的竞争 美国对苏联的遏制 是两个意识形态 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 而美国对苏联的遏制 恰恰不是过分的干涉 而是美国要自己建立好自己 自己休养生息 把自己搞得 搞得壮实了 这样一来呢 美国才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 这是乔治凯南的想法 乔治凯南认为啊 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已经放弃了 他之前的意识形态 就是马克思主义 并且拥抱了西方 就是像已经像我们投降了 耶利欣不说了吗 俄罗斯向美国开放吗 所以美国这个时候呢 应该摒弃前嫌 接纳俄罗斯 同时给予像马歇尔计划一样的援助 这是乔治凯南 这是约翰·密尔斯海茂 这些人这么想 而他们认为这个时候 真正的挑战者是谁 我给你一个surprise 他们认为这个时候认为真正的挑战者是大凶猫 所以应该立刻采取亚太战略和遏制战略 这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者 当时美国呢 在冷战结束之后呢 尤其是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呢 还涌现了一大批孤立主义者 而这些孤立主义者又是美国的传统保守派 而不是现在的所谓的新保守派 美国的传统保守派 包括比如说Pat Buchanan 帕特布坎南 1992年给老布什一个 心惊肉跳的一个那什么 一个党内初选 差点把老布什端了的那个共和党候选人 就是这个谁 就是帕特布坎南 然后呢 另外还有人呢 叫罗斯佩罗 罗斯佩罗92年 独立候选人参选 获得了17%的选票 这一次那年克林顿的选举 不才获得了39%的选票 后来他不就赢了吗 怎么回事 不就有个第三候选人吗 就是这个罗斯佩罗 这些人是孤立主义者 他们这么认为呢 他们认为呢 冷战已经结束了 美国应该战略收缩 回归本土 休养生息 不应该去做那些多管闲事的事 不应该去过分的干涉 美国应该撤回来 现在美国已经 美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敌人了 对不对 美国这时候 美国的所谓的敌人 苏联这时候已经没有了 美国应该怎么办 美国这时候已经是世界首强了 撤回来 回家 这时候你 比如说你40年代末的时候 你没有回家 可能那时候有苏联 你说你这是有苏联 我要遏制苏联去 现在苏联没有了 回家 回家 好好地修养生息 好好地巩固自己 在自己最强的时候 巩固自己 然后呢 我们的实力 我们的影响力 可以延续到很长时间 而这个时候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比如说 伯尼桑德斯 就是伯尼桑德斯 伯尼桑德斯呢 其实跟这些孤立主义 主义者的思想差不多 他的思想呢 更属于不干涉主义 他这个不干涉主义很有意思 跟这个孤立主义差不多 就是美国不要多换现实 而伯尼桑德斯这时候提出来的 恰恰是美国全美的福利制度 就是当年因为韩战重新装备 让这个杜鲁门总统 抛弃的那个全民福利制度 这一次伯尼桑德斯说 冷战结束了 我们应该把它提出来 这是第二个孤立主义者 第三个呢 是文化保守派 文化保守派呢 最典型的人物呢 就是Samuel P. Huntington 亨廷顿先生 亨廷顿先生93年出版了一个 他非常具有争议的那本书 叫文明冲突嘛 这个文明冲突 他大体的意思是这个 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结束了 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 文明冲突刚刚开始 他的表现形式 是要比意识形态冲突要激烈的 他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当时跟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 不管怎么着这是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竞争 但是美国将要面临的文明冲突 恰恰不是这样的形态 他的形态更表现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美国 应当准备好如何与中东和东亚地区的文明进行竞争 也就是说不难看出啊 这里面很有意思 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派 他们认为大熊猫都是首要对手 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一个出发点是战略利益 地缘政治战略利益意识形态 另外一个出发点是什么 是文明 甚至可以说是种族 所以文化保守派 文化保守派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 说俄罗斯我们应该缓和 跟大毛应该缓和 应该拉拢 应该合作 第四个呢 这一派人就最多了 占了大多数啊 自由国际主义者 自由干涉主义者 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akia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的核心 我们知道 世界也是人类文明 已经进入到了美国时代 这个时代的符号 是美国的自由式代意志民主 以及市场化 市场化自由化个人主义啊 这个成为了终极的意识形态 再就没有别的意识形态了 美国将引领世界 美国将领导世界来塑造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美国这时候应该干什么 他们建议说啊 美国这时候应该放开手脚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利用自己的实力来改造整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 现实主义者 孤立主义者 文化保守派 自由国际主义者 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 有不同的阐述 有不同的阐述 不同的论述 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啊 咱这么说 老布什总统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 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也是一个老政客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他本人啊 他自己没说 他自己没说 但是他本人 是非常倾向于跟俄罗斯缓和的 非常倾向于跟俄罗斯缓和的 尤其是在海曼战争之后 他是非常倾向于 与俄罗斯和好 包括新马歇尔计划 就给俄罗斯一个新的新的新的援助 但是呢 天不假年 1992年大选的时候 他失败了 他败选了之后 共和党下台 上台的是美国的自由派 上台的是美国的自由派 克林顿上台 然后美国呢 就沿着那个自由干涉主义 这条路是一去不复返 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 代表传统势力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纷纷落选 共和党呢 夺回了议会 就比如金里奇这一代 而金里奇这一代恰恰是什么 恰恰是自由干涉主义下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 其实就是自由干涉主义的保守派翻版 他俩都一样的 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 在1994年之后 就沿着这个自由干涉主义 沿着自由国际主义这条路 就一去不复返 后来的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和现在这个美西宗拜登 那是一脉相称 咱举个小布什的例子 有人认为小布什呢 是个现实主义者 也有人认为呢 他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 同时呢 他是个实用主义者 他只是利用了自由主义的这种话语 来实现他的这个外交政策 但其实不然 你要看到小布什的外交政策 你会发现一点 这个人不仅是个自由干涉主义者 而且他把自由干涉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他试图干什么 在2003年的时候 在2003年 阿富汗这边刚结束 他说呢 他要进伊拉克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理由是大规模杀伤型武器 但后来我们知道 除了一瓶洗衣粉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的实际目的 他直接了当了 跟周围的幕僚 他就说 他要在中东建立一个民主典范 他建立一个民主典范 这时候那以色列的外长呢 就觉得非常不合适 他就跑到哪去了 他就跑到白宫去了 他就说 你这个不行 你怎么能对伊拉克开战呢 伊拉克不是首要敌人 伊朗才是首要敌人 小布什不那么扔 说你不对 你不应该这么看 目光太短浅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先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典范 然后在叙利亚建立民主典范 然后在利比亚建立民主典范 将这些民主典范建立之后 伊朗会自然而然的投降 当时小布什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一切外交政策 他的一切外交政策 无论是在阿富汗 无论是在伊拉克 你看他干这个事 完完全全是沿着 他说的那条路走的 无论是民主典范 还是自由典范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 他只不过就是说 把这个自由干涉主义 发挥到了极致 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美国呢 从1993年开始呢 就沿着这条路是一去不复返 你看到美国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1993年美国开启了 与波兰和捷克的 北约合作谈判 而马上又扩大到了波罗的海三国 1995年 美国呢 在这个大毛这个车臣问题上 拉偏价 无论俄罗斯的公知们 无论俄罗斯公知们 这大家一定要记住 俄罗斯的公知们 怎么用热脸贴冷屁股 他们是高度的亲西方 总想跟西方和好 总想跟西方被西方接纳 但是他们是热脸贴冷屁股 最后也无济于事 结果是屡屡被打脸 1999年塞尔维亚 2003年格鲁尔亚 2005年乌克兰 大毛看到了什么 欧盟北约一步一步的东扩 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一步一步的缩小 他再怎么拿热脸贴冷屁股 再怎么说 我是爱西方的 你看咱这么说 2004年 2004年在这个 与那个小布什总统的一次峰会上 当时俄罗斯总统就是现在的普大帝 这都多少年了 普大帝当时跟小布什 普大帝突然从兜里边 拿出了一个十字架 给小布什展示 说咱们信仰都一样 咱们都是基督徒 你看看这 这个寓意很明显 说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俩是一家人 咱们俩应该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典范 对不对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 俄罗斯的公知 俄罗斯的自由派彻底梦碎 彻底梦碎 如果真要说有人说要反思的话 那美国西方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你为什么失去了俄罗斯 当俄罗斯自由派说我们的国家向你们开放的时候 我们的文明跟你们文明一样的时候 咱们应该合作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接纳他 而是让亲西方占多数的俄罗斯 逐渐演变成斯拉夫 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占多数的国家呢 这是美国需要反思 这是美国需要想的 而这一切 我认为 就我刚刚开始这个话题 是美国的战略错位 那这里边 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美国为什么会战略错位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那我总结了几点 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认为不对不妥的 底下讨论 首先第一点 在那个大熊猫绝种论的年代 你想让他如何去选择 别忘了 九十年代初 那是什么时候 大熊猫要绝种了 大熊猫这个古老的物种 要从这个 要退出这个 这整个世界物种的舞台了 他要绝种了 他绝种了 我们再过分就去捅他 干什么去 让他绝种 那妈妈自己绝种 自生自灭好了 对不对 然后他那个领地 他领地到时候我们站了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大熊猫要绝种了 对不对 他要绝种了 你让他绝种 看他离开这个世界 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你想让他怎么办 对不对 这头一个大熊猫绝种论 第二个是什么呢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这个 说呀 说大熊猫啊 是第三季的动物 离至现在这个已经不适合 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生活了 这个物种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生活了 马上就要被淘汰 而且这里边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而且非常直接的寓意是什么 没有我你不行 你大熊猫你不想发展吗 你大熊猫不想过好日子吗 你不想有更好的竹子吃吗 甚至有时候喝点牛奶啊 吃点什么碎肉啊 啃点牛腿啊 对不对 或者啃点羊腿啊 有时候大熊猫啃点羊腿 哎 要不是我们教你本领 要不是我们去驯服你 哎 你不行 知道吧 你自己抓抓不着 你自己抓抓不着 碰着个羊 碰着个牛 那大熊猫扑上去了 扑上去了 显得笨咔咔的 对不对 笨咔咔的 然后扑上 哎 羊腿跑了 跑了 他又没抓着 他又没抓着 没办法 回去啃竹子 发现这竹子就是老的那种 你说怎么办 对吧 种族主义嘛 对不对 没有我你不行 其实这个东西 当时的美国学者 大部分的美国学者 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 包括那个时代 大部分美国学者 都这么认为 比如说 几乎当时所有学者 都认为 大熊猫的经济产值 2020年的经济产值 仅仅比1995年的经济产值 要翻一番 就是2020年 到2020年 它也发展不了多少 也就比1995年的翻一番 这大家 大家伙都这么认为呢 当时约翰米尔斯海默 就是我非常尊重那个学者 约翰米尔斯海默先生 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到2020年 大熊猫的经济产值 至少 是1995年的 十倍以上 至少是1995年的 十倍以上 这是约翰米尔斯海默先生 具体他怎么说 具体他怎么分析的 这以后咱再说 有机会咱再聊 今天就跟这个 不在这个翻周之内 今天咱们说的是什么 一个大熊猫绝种了 第二个大熊猫 没我你不行 就这个 就种族主义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这个东西是谁呢 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学者 叫Steven沃兹 Steven沃兹 这个人呢 他在阐述这个美国 这个体系的时候呢 他认为啊 为什么美国会战略失据 为什么美国会战略错位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工作 为什么跟工作联系到一起 当绝大部分的智库 强力部门 学院 研究院 都是围绕着大毛 都是围绕着俄罗斯 都是围绕着欧洲 去做研究 这个时候 整个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 你突然改变一下策略 或者你突然改变说 啊大熊猫 我们要针对大熊猫 你想让这帮人失业是吧 你是不是想让这帮人 一个个都没有工作呀 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 那怎么怎么办 那只能就是说延续之前的政策 然后他们培养的人也是会延续之前的政策 所以他们的工作会一步一步往上走 然后几代人下来到最后 现在还是这个延续他们这个政策 他们为了保自己的工作 最后牺牺牲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什么 而且我认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曾经也说过 就是美国这个传教式心态 我们我们说了美国的立国 种族主义 然后呢 福音派这种传统的基督教 这个东西呢 也占了也占了文化相当的一部分 这个传教式心态放在这点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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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 这个明显是什么呢 就说啊 美国呀 播撒 这时候应该播撒自己自由主义的种子 民主的种子 然后呢 塑造一个围绕美国的核心世界啊 无论是大宗熊也好啊 还是大熊猫也好啊 都是会被驯服的 这个东西加上 大熊猫那个要绝肿了 然后呢 没有我你不行的那种种族主义 然后再加上这种传教式心态 你是我被驯服的对象 无论大宗熊怎么着 大宗熊不用给他援助 你看这些不用给他援助 这些亲西方这些人 这就填我们俩呢 给他援助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就驯服他就行了 大宗熊就是一个例子 你还被我们驯服了 你看浮贴贴的 对不对 我怎么摆布都行 大熊猫以后也那样 也是能被我们驯服的 所以综上所述 你看看这几条 无论是种族主义 无论是大熊猫要绝种了 无论是工作问题 还是传教士心态 使得美国走上了随心所欲 驯服全人类 驯服全世界的那条不归路 也就是这里面所说的 战略错位 好了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的呢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